一睦督督眼 就知道旅程差不多到尾聲了 起床再看一看岩本樓 在房間看出去 其實是有個泳池的 挺漂亮的 其實早上才發覺 這間店其實也不算是很古舊 但是門口就有很多歷史上的介紹 知道自己還有少少時間 我就在江之島購物街這裡 周圍遊一下 走一下看看東西 喝杯咖啡 那我就開車出發了 橫濱中華街 是位於日本神內村 橫濱市中區 山下丁一帶 在1859年到現在 已經有超過160年歷史的華人居住區 居住在這裡的 大概有三四千位華僑 他們是以中國廣東人為主 1955年前 這裡又命名為唐人丁 南京丁 橫濱中華街 在日本 甚至乎可以說是亞洲最大的唐人街 和神戶南京丁 和長崎新地中華街 一起並稱為 日本三大中華街 在橫濱中華街這裡 中國餐廳已經有超過二百多間 還有我發現有很多占卜店 不知道是不是給別人的印象 中國就是很多占星術 或者占卜術呢 不過剛好我撞正的假期 真是人山人海 不過幸運的是天氣都還未算是很熱 而今次我的目的地 是中華街裡面的關帝廟 因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能夠去到唐人的廟宇 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在1862年那時候 在中華街這裡 已經有一個關聖帝君的木像祠堂 在1871年正式建造關帝廟 在1886年的時候再擴建 在1891年的時候再改建一次 第一代的關帝廟 在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時候損毀了 到第二代的關帝廟 就在1945年的時候因為空襲而損毀了 第三代的關帝廟 在1986年是因為火災而損毀了 現在看到的關帝廟 是在1990年8月14日舉辦開廟儀式的 對於我來說最新穎的是 中國的關帝廟結合了日本的文化 在日本化寶燒衣紙都算是文化上的重疊 但是在日本關帝廟這裡 並不是求一道靈父旁心 而是求一個關帝御守 對於我這個香港人來說 真的挺新奇的 再用自動販賣機買金銀衣紙 其實真的挺方便 我覺得香港很多廟宇是可以效法的 遊覽完之後 我就隨便找一個地方在中華街 吃點東西 就直接開車去上野還車 每一次如果情況許可的話 我都會選擇在東京為我的終點站 今次我的酒店就在京城上野站旁邊 其實在城市裡面選擇酒店 最重要的就是位置 價錢不便宜但去到很遠 最後辛苦的又是自己 例外我會去蝕谷周圍行客 這間新派素食我來過兩次 食物上也算是挺新潤的 但我個人就真的很累 所以很快我吃完就回酒店休息了 最後一天 我起床看一看酒店的景觀 原來是看到上野公園的 照舊 例牌我都是去抽業員看看東西 順便買一下波鞋 就準備離開了 而且我一直都很想很想試一下 在市谷最繁忙的街上 拍攝自己過馬路 通知藍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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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